日前因為草屯鎮設立醫療廢棄物處理場問題 議員在臨時會中對環保局提出質疑 議長和盛峰與多位議員 要求環保局下傷對相親說明 日前環保局到草屯鎮低症事務所召開說明會 在會場準備了許多醫療器材 但混亂的場面導致全部派不上用場 民眾情緒非常激動 對醫療廢棄物處理場設立一案相當反彈 場面一度失控 議員檢警嫌呼籲民眾 以理性的態度來解決問題 展現草屯鎮最優質最有風度的一面 這就會在會中對環保局異議提出質疑 讀位議員也在場位民眾的權益把關 議員檢警嫌堅決與民眾同心 共同反對醫療廢棄物處理場進駐草屯 更反對環保局發放營運執照 到這裡大家都非常堅持 我跟所有的事情迷人相關 最好我們的思雍 思雍這些雍資絕對不出來 這樣我就相信我不要找到 所以說我們的事態可以放心 我們的保釁 我們超越人得最優質 最儀先 和社交交交互 我就相信 所有的局勢 anten 發聲 趕緊的 要我們跟各位做好 連日來草屯區所有議員 接到許多民眾反對醫療廢棄物處理場設立的陳情 議員也表示 將與民眾站在同一陣線 共同保護草屯這塊土地 民意新聞 鄭偉翔 草屯採訪報導